歡迎大家來到今日的九嵗節目 我們今日的嘉賓是Sharona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a 不介氣 Hello 新生 你好Sharona 你好 其實我這次是第一次正式見你真人 之前聽過你很多 是 傳奇是嗎 沒錯 是一個傳奇 你聽過我甚麼 唱歌 拍MV 上來搞屎棍 我搞屎棍 你之前是Supergirl 是 為何現在會選擇自己出來一個人唱 因為始終在組合中太久 我們各自有各自的音樂路 或者想做的事 譬如有些是想拍電影 有些是想唱歌 還有我們每個人的風格都不同 我們就試試分開發展 你喜歡一個人唱歌還是一班人唱歌 我兩樣都喜歡 因為有時候一個人唱歌 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唱甚麼 我喜歡我自己唱歌的曲風 我的唱法是怎樣 或者我自己的歌爐是怎樣 但在組合又有組合的好處 就是因為他們可以幫助大家 而且我覺得合在一起的號召力又不同 是嗎 我以為你是想自己一個人唱歌多一點 哦 哦 這樣嗎 不算了 我跟你繼續不到這個話題 但是唱歌和跳舞都找不到食 都是的 所以就看我捱得多久 即是現在都找不到食 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找不到食 找不到 我過去這一半年 我想我最多的收入 都是只有三萬元而已 半年 三萬元很多了 都是的 起碼我都可以撕掉 撕掉這三萬元 那除了唱歌和跳舞 還有做甚麼 我看你IG有很多追蹤 哦 這些只是虛名而已 是 即是沒有人喜歡你 買回來的 我沒有買到 因為首先要花錢 另外我覺得我的活躍程度 沒有現在的年輕人那麼厲害 也有保持我的粉絲 喜歡你甚麼 喜歡我的甚麼 喜歡你那麼噁心 都可能是的 就是喜歡我的性格 我覺得他們 你的性格是比較噁心的 嗯 隨和 還有沒有甚麼偶像包袱 這樣挺好 是啊 那你喜不喜歡我 我喜歡 OK 你很漂亮 謝謝 你剛剛推出了新歌 是的 那這首新歌是關於甚麼 這首歌是關於離別的課題 我自己在人生… 離別是哪個課題 人生第一個離別是離開媽媽的肚子 不同的 我覺得是在情感上的東西 我先說吧 沉重一點點 我第一個離別的課題 我父母分開 我不懂得處理的 我近兩三年才學會處理關於 父母分開的離別 你太沉重了 我接受不了這個話題 不如說回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關於離別的課題 你會聽這首歌 我覺得很輕快 其實是想鼓勵大家 是離別的課題是很難逃避 其實你逃避不了的 你要去面對的 但是你要記住 大家曾經有美好的回憶 希望這一種美好的回憶 可以撐著你繼續走下去 同一時間 身心靈的角度 就是沒有那麼沉重 就是跟以前的自己道別 以前的自己 可能你會生氣自己 為何我這麼蠢 為何我這麼蠢 你要跟以前的自己道別 不要再說了 不要哭 你下次不要再出這些歌 出一些 開心點 會不會有這些歌 會 我會努力寫的 你會幫我拍的 我來這裡你會幫我拍的 拍什麼 拍Cover 拍MV 都是被迫的 不要緊 到時再想一下 OK的 你還在寫的 寫著 那你寫快一點 好 要不然我會很沉重 OK 好 要不要來我的壞破 不要 你太沉重 你會傳染到我 你要學會放下 我沒有東西需要放下 很厲害 我個人很輕鬆 Good OK 好 好 等你新作品 好的 多謝你今天來 Thank you Thank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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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